封律 封律 快点儿 走 跟走 走老实点 放开我 在车上浪死你 放开我 快点儿 你这支援来得也太慢了 放开我 不是我来得太慢 是路太远了 江王爷没说 来这么远的地方 教王 他们是原依宫的人 走 我真讨厌这里 有人在受难 他们却笑得如此开心 走 真是刺眼 放开我 那山上就是钥匙谷啊 秋水老二就是在那儿 差点被统里杀了 想起来当年摩家村一事 秋水老二也算是帮了教皇一回 就你话多 放开我 赶紧走 走 走 快走 快点儿 走 绝对不能就这样让他们走了 可是他们人多势众 我们怕不是他们的对手 走 待会儿我出去拖住他们 兰兰 你趁机回到药士谷 找霍展白帮忙 是 双红风律 你们两个见机行事 我一旦飞针 你们两个就从后侧 两侧夹击 小城小京 你们留在此处 继续抑制 可是谷主这样太危险了 这样不行 放心 我还有暴雨梨花针防身 谷主 让我也去 谷主 我也要去 不要再争 按我说的做 走 走 你放开我 站住 小叶姐姐 回来 再跑我夯死你啊 放开 都别吵了 老实一下 你不说村里人都中毒了吗 这是个什么呀 我看他并非是村中之人 你说是吧 药师谷谷主 薛子叶 就和秋水老儿的 就是你啊 你认识我 你与我的一位朋友 可是颇有渊源哪 你还有朋友哪 废话少说 赶紧把孩子们给我放了 薛谷主 你可真是爱说笑 你我重寡悬殊 我凭什么放了他们呀 我劝你 还是乖乖回你的药师谷 否则小心 你的小命不保 我还以为 你们园医工做事 能有多少的能耐 没想到 不过如此 除了抓一些 手无腹肌之力的孩子 便是吓唬吓唬 我这样的弱女子 真是无用 没错 老子都觉得丢人 还是傻伤 要不我夯扯你 你也是原医工的人 不明显吗 刚刚你说摩家村已是 秋水老儿可算是帮了你们教王一回 此话何意 我 我 我 什么摩家村啊 你刚有提起吗 没有 我是个哑巴 这样啊 薛谷主他并未提起 你我同为女子 我不想为难你 但若你再不让开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你以为你救得了秋水鹤 你就一定能救得了你自己吗 救不救得了 岂是你说了算 走 他们暗器有毒 小心 老子这身肉他射的头马 好死在说 他们的载量 公主 你没事吧 没事 又是你对暗影的东西 怎么哪儿都有你 上回让你给跑了 今天老子就把你行躺下 看来今天 你又得栽在你爹手里了 把孩子们放了 跑啊 小龙 走 小龙 走 老着点 走 走 老着点 那倒是看看 是你的剑快 还是我的手快 走 走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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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你们元一宫的人 又怎会爱惜自己同伴的性命呢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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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赶紧走 走 你干什么 我 把你们公主带回去 我去救小龙他们 我跟你一起去 你怎么了 摩家村 摩家村灭村 另有殷勤 你说什么 刚才那人说 摩家村灭村 多亏了秋水老二 可算是帮了交往一回 那言下之意不就是说 灭村一事和元一宫 脱不了甘心 可是秋水河 不可能跟元一宫有所勾结 若是他们有所勾结 当时秋水河 不可能承认一切 刚才试图询问 但是那人眼神闪躲 明显就是有意在隐瞒 面村一事 肯定另有隐情 我要跟你一起去 一起去查明真相 找那个男人问个清楚 可你身上还有韩吉呢 无碍 我可以去 此事交给我 好 谁呀 快去跟上他们 可是 眼下当务之急 是把孩子们救出来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和那个妙伙 有几次交手 我了解她的性格 一点就着 或许能从她的苦中 找到灭村的真相 此事交给我 好 你安心 好吗 拆起摩家村一事的真相 日后还有很多的日子 但是小龙他们 一旦被抓去了元一公 恐怕凶多吉少 你此行最大的药物 只需抓紧时间 将小龙他们带回 无需为其他事情停留 好 这是元一公 他们各个心狠手辣 全都是杀人如马的亡命之徒 不如让双黄和风绿 与你一旁前去 不必了 身为顶剑阁七剑 城间除恶是分内之事 交给我就好 是偏短 聚散 照顾好你们谷主 万事小心为上